印巴解冻同一克十米尔边境停火 自去年起不断发生边界冲突后 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的陆军军事作战处昨晚宣布同一全面停火 落实在查摩与克十米尔实际控制线 LOC的停火量解被忘录 印度与巴基斯坦因巴国政府拒绝惩处去年连续攻击印度军事基地 且藏匿在巴国的恐怖分子后 关系急速恶化 双方在边境经常互相以炮火攻击或越界杀害对方士兵 直到今年仍未停歇 但在印度总理莫迪宇在背后支持巴基斯坦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4月27、28日在武汉举行非正式领袖峰会试图缓和关系后 印度内政部长辛赫 Rekhnev Singh 5月16日宣布印度安全部队在克什米尔的区的伊斯兰教斋 借阅期间全面停火 主动释出善意 根据印度国防部和巴基斯坦国防部共同发出的声明 巴基斯坦陆军军事作战处 DGMO 指挥官萨西尔 Sahir Shemshad Mirza 少将与印度军事作战处指挥官邱翰 Eno Chohan 中将昨晚6时通过热线电话后 确认双方都不会违反2003年签署的印巴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停火量解备忘录 双方发出的声明说 两国军队将在克什米尔的区遵守实际控制线停火量解备忘录 若有任何问题 双方都将采取克制措施 并透过现有的热线联系和地方指挥官层级边界齐会 Flag Meeting 解决问题 印度快报 Indian Express 引述印度官方统计指出 2017年 印巴边界共有860起违反停火协定的事件 导致15名印度士兵死亡 今年迄今已有908起违反停火协定实验 已有11名印度士兵死亡 巴基斯坦的官方统计则说 印巴边界在2017年 共有1813起违反停火协定事件 今年迄今已有1321起违反停火协定事件 声明表示 印巴双边的DGMO都已检查实际控制线和边界沿线普遍情况 同意采取真诚措施改善现有局势 确保和平已避免边界居民遭遇困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